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节 第一章第十八节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对吧 这事儿整不明白 这事儿我不理解 这事儿说到底 这事儿就啥呀 我不信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十九节 十九节天使回答说 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白烈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消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奄奄 只因你不相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这是一个对话 这是一个对话 对话的上半句是谁说的 是撒加利亚说的 撒加利亚说 这个事儿我怎么能信呢 对不对 我也老了 我太太也老了 我也老了 我太太也老了 两个人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但是天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天使没有直接回答 天使没有给他解释 看到没有 天使只是说 第一 我是谁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白烈 然后我为啥来 我是奉差来进去说话的 说什么 将好消息报给你 OK 第二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为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我们先在这儿停一下 我在 刚刚我就想到了 大概20年前 大概20年前 我听到一句话 大概20年我听到一句话 20年过去了 这句话我还记着 那个时候呢 我刚当牧师不久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 这个外企的高管 和这个所谓的四企老板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经常会有机会 参加 现在话讲叫高端局 说白了就是饭局 大家吃饭聊聊去牛 然后呢 有一位老板 他讲了一句话 我讲非常深 他说啥呢 他说在北京 经常有人跟你讲 这个事他能办 那个事他能办 当你问他 为啥你能办呢 他就跟你讲了 他说 我大舅是谁是谁 我老姨父是谁是谁 我二姑是谁是谁 我妹妹是谁 我姐妹是谁是谁 他说 凡是这么说的 你就不用理他了 全是骗了 真正能办这个事的人 就说 说什么 说 那就某天 你拿着什么资料 你到哪个部门 你去找谁 听懂了吗 真正能办这个事的人 他不会说 他儿就是谁 他老姨父是谁 他妹夫是谁 他姐夫是谁 他爸是谁 他妈是谁 不 他就说 某天 你拿着什么样的文件 你去哪个部门 找谁去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传福音也好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去帮别人做一些事情也好 坦白的说 我们传福音不会有效果的 坦白的说 我们帮别人做事情 第一 大概率不会成 第二 就算成了 人家不会感谢你 不会尊重你 为什么 很简单 没有把这份权柄跟气势活出来 没有把这份权柄跟气势活出来 所以 撒加利亚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说了半天 我不相信 凭啥 凭啥呀 凭啥这事会发生啊 你这咋可能呢 我这 我的宿舍大了 我这媳妇宿舍大了 天使 王辉在不 王辉开麦不 灰姐能开麦配合一下吗 是 我就问你啊 这个天使你不认识他 但是大概你应该知道他是谁吧 又没声了呢 我说 这个天使你肯定没见过嘛 对啊 那你大概应该知道他是谁吧 这里不写了吗 他是加北列吗 对了 那我现在就问了 他 读过博士没 没有 那我又问了 你 这些年所学的 你说他知道不 知道 好了 那你说 天使能不能给撒加利亚给解释明白 从那个生理卫生的角度 能 那如果换你的话 你会给撒加利亚解释不 我可能就解释了 但是天使不解释 You out 你出局了 所以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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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天使不比王辉懂得少 天使不比我们王博士懂得少 王博士能解释明白 天使更能解释明白 但是天使解释还没解释 没解释 我们灰姐刚才已经自己不打自招了 他说我就会解释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我现在越来越懒得说话了 我越来越懒得说话了 我让你干 你就干 我告诉你 这事就成了 我让你干 你不干 叽叽歪歪磨磨叽叽 然后最后 你是整明白了 明白有啥用啊 啥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 所以东北话讲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所以今天千六千人姐妹 你如果是真信上帝的 我们就一定要恢复神在教会的权命 如果你真上帝的 我们就要恢复神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些掌佑尊卑的权命 如果你真的是信神的 你的牧师也好 你的组长也好 真的是 这个中国话讲 官大一级压死人 服也得服 不服也得服 让你干就干就对了 所以今天我现在想明白了 不是沿着邪教是邪教啊 是咱们政教才是邪教呢 你说牧师这话怎讲啊 沿着邪教至少把教主当成神 咱们是正教 连神的话都不听 你们同意了 你们扣一 所以现在就用这样子 邪教 人家至少把教主当成神了 咱们正教 咱们连神的话都不听 你们去想 所以今天今天就用这样子 我现在在对很多问题做反思 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 为什么教会这么污呢 原因很简单 这他也明白 那他也懂 这个他也给你讲两句 那个他也给你说两句 然后就是不办事 那就是不办事 所以今天啊 这个这个中国中国自古讲 百无一用是书生 灰姐在不 对我同意了 书读 终于读明白了 我们所有人扣一 给灰姐一个掌声 终于读明白了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我这段时间 我对很多事情做反思 我做反思 让你干 你就干 你不信神的吗 让你干 你就干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牧师烈爱吗 那全是忽悠 还原来给牧师讲道理 还给牧师整两句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越来越不愿意讲话了 讲啥呀 所以马静没读过教育学 马静没读过儿童心理学 马静也没读 反正基本上跟这个教学有关 都没读过 那红雷就更不用讲了 人家俩人就是干 我们今年的这个夏令营干得非常好 这个最后一天孙林也去了 然后我看那个陈导的时候 我们孙林姐妹讲 孙林姐妹在现场也很被感动 我呢不在现场 但是我是在现 我跟他们联系 我也很没感动 我也很没感动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亲爱的姐妹 萨加利亚 一辈子没活明白 多大岁数了 还是老牧师 你知道吧 所以亲爱的听众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们对我不满意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换个教会 你一定换那个比我年轻的牧师的教会 这句话 同意的扣一 你要么留在这个教会 你就听话 让你干啥 你要么你换个教会 但是你别换比王们是还老的牧师 你知道吧 老牧师很多时候也没活明白 萨加利亚就是个例子 一辈子当祭司 一辈子服侍神 到最后神迹来了 自己还不相信 神迹来了还不相信 完了还问天使 天使其实没有义务给你解释 虽然天使啥都懂 我们王辉姐妹不认识天使 但天使认识王辉姐妹 我们王辉姐妹苦读 二十年修了个博士 但是天使把王辉姐妹懂得懂不懂也懂 但是天使不给他解释 所以我觉得今天天使的回答 真的值得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做一个反思 解释那么多干啥呀 啪叉按手就完事了 解释那么多干啥呀 直接闭上眼睛倒放就完事了 神迹一发生 啥都不用解释 所以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加白礼 我是奉差对你说话的 我是把这好消息告诉你的 这就是个好消息 不能生孩子能生孩子 这就是个好消息 神能无中生有 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很遗憾你不信 你不信没关系 因为你不信 立马神迹就发生了 神迹不要等你信才发生 你不信的时候神迹也发生 啥呀 反过来的事呗 所以为啥你这么坎坷呢 为啥你这么纠结呢 为啥你是不顺的 为啥你是怀哉不欲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不信的 这个中国自古就穷算命 富烧香 穷算命富烧香 你这个天天问张四 天天问李四 天天打你这个 天天打那个 就没有行动 那你就继续受穷 神迹立马发生了 你就是个哑巴 要让你讲的 所以今天王牧师 给你们脑洞打开 讲几个以前没听过的 以前你们听都是 你信了神迹才发生 今天王牧师讲了 你不信神迹也发生了 同意的 听懂的 扣译 今天你信 当然你信了神迹立马发生 那你不信神迹也发生了 对不对 这哥们不信 好好的咔嚓就哑巴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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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时代 我们在 这个时代 多难 对不对 大家都说工作难 大家都说做生意难 那大家都难的时候 你跟大家一起难 你说你的神在哪呢 大家都难 你说你跟他们一起难 你说你这信神 信的啥 信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希望 九月份 对吧 这个我们 我们 在这个四季里面 是秋真 收获的季节 我们发动一场战役 我们发动一场战役 我们每个人 三三两两的 最好不要自己 最好不要自己 我们三三两两的 我们聚起来 我们相约在一起 我们来进食祈祷 我们聚起来 我们相约在一起 我们进食祈祷 别人 爱怎么说怎么说 别人说这个是些难 你不要跟着说 是些些难 别人说这个是些苦 你不要跟着说是些苦 你来发起一场 这个树林的战争 我们要得地为益 我们要这个 举首不拘位 我们要靠住的圣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想 我们我们已经过了 讲道理的时代 我们已经过了 讲道理的时代 前两天 我跟一个华人兄弟在一起 这个华人兄弟呢 这个大学毕业在美国当兵 然后呢 我们就聊到了 这个军队的信仰 军队里面 有基督徒 礼拜天的时候 基督徒凑一起礼拜 军队里面有天主教徒 然后有天主教徒的神父 带着天主教的 这个士兵 来去礼拜 然后呢 还有这个佛教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穆斯林 然后呢 还有印度教 是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信什么教呢 你就找什么人去 关键 大部分同志是没有信仰的 那他们 礼拜天也没事干的 你看军营很枯燥的 也帮你出去 他们也去凑热闹去 他们凑热闹的 这个理由 不是这个天主教的牧师 讲的好 或者这个基督教牧师 讲的好 其实你讲啥不重要 他们根本不听 他们就看哪一伙做饭好吃 哈哈 你知道吗 哎呀 天主教饭好吃 就跑天主教那边 完了这个穆斯林做的饭好吃 彭穆斯林那边 啊 完了有一天他讲 他说 他们也没吃过印度饭 想去印度饭那尝尝去 想上印度教那边去 去做礼拜去 你看一见印度人用手做饭 你知道吗 手抓饭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加上皮肤的颜色 再加上你的这个想象力 你就会发那饭没法吃 你知道吗 黑了哇唧的手 在那弄完了 这玩意弄完了 你能吃 这也是用信息 他就跟我讲 所以我就笑一笑 我说呀 这就是美国教会的现状 美国教会 这个你要人多 那你必须整一座好饭 你要人多 你必须整点好玩的 没有好饭没有好玩的 你牧师再厉害 没人去 但是 这中国话讲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这是因为大家都没本事 听懂了吗 因为大家都没本事 只能靠吃饭 因为大家都没本事 只能靠谁会玩 但是今天如果神迹发生了 神迹降临了 这么难 都没工作 一祷告都有工作了 这么难 这么多人有病 一祷告病好了 不用饭 大家还来同意地扣医 我在大连的时候 我经常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 去农村教会 我们就在大连 就在董家沟 有一个老阿姨 有个老阿姨 她的故事 我以前讲过 那今天我再讲一遍 这个老阿姨呢 她当时得了肝癌 所有的癌症中 肝癌是特别疼的 真的 谁也扛不住 哎呀 太难受了 所以你知道 这个农村呢 没有商店 他们叫急 急式的急 赶急 然后到赶急那日子 好像一般是礼拜二 礼拜四 或者礼拜三 礼拜五 反正一周两礼拜 赶急 每个地方不一样 她就想去急呀 去买包老鼠药 自己吃完了 就死了 太疼了 太难受了 然后 就在那天 有个外地的 到那个急上去传福音了 然后就跟她讲 说你信主 老太太呢 也很实在 亲爱的朋友姐妹 今天我给你讲俩对话 咱就完事了 一个是撒加亮跟天爺对话 一个是俩老太太对话 其中一个老太太我认识 是董家跟我那个亲阿姨 另外一个咱是听说没认识 她说 信主 我这肝癌能好吗 王辉姐妹你在吗 还得跟我们博士对话 在 如果你上农村 给这些大妈大耳传福音 人家就说了 我欣赏你 我这肝癌能好吗 请问你怎么回答 我说实话呀 我说 我可能说 你信可能能好啊 肯定不会理直气动的 就来一句 亲爱的就是亲爱姐妹 看姐妹 这只是我们的王博士 俩字 就就完活了 可能 你可能老太太信吗 老太疼要死的吗 那还不如买号子 我就直接直接死了 一了百了 你知道吗 那个阿姨就说 你心上的 保你好 亲爱的 亲爱的姐妹 我现在呢 我 我以前 我也觉得 这个阿姨挺能忽悠 现在呢 我觉得 这里面 还真有点学问 王辉读过书 王辉知道 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知道吗 所以王辉说一句 可能好 而且还架个条件 你要信的好 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那个阿姨没读过书 但是那个阿姨可能就是 就是简单的相信 哪有神治不了的病 就能好 结果这一句能好 老太太就说那我信 然后这个传福音的老太太 也没放过她 她说一定能好 但是好了以后你得给你读传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神迹就这么简单 神迹就这么简单 这个董家沟这个姐妹就信了 妈的也不买好药了 就信主了就回家了 回家导道导道真好了 真好了老太太也是真给力 反正这要命是捡的了 这个也就不干活了 天天就传福音去 所以董家沟教会 我想着 今天这个暑假 你们没去有点遗憾 你们去看看 所以你别瞧不起这些农村人 你被小姐一会儿挖鼓拿出来了 一会儿把锣拿出来了 但是讲信心 咱真的向人家学习 咱真的向人家学习 所以 我这天我跟当兵的这个兄弟讲 我说兄弟啊 你讲的呢 我理解 我在美国教会看到也是这样 现在其实中国教会也是这个味儿 我说呢 我说你看历史上 所有的大复兴 说白了 没有讲道理的 全是神奇 没有讲 全神奇 不管你啥命 啪 祷告病好了 就信了 然后这个当兵的兄弟 活得特别通道 他说牧师 我知道 我当时就是有个啥问题 完了祷告好了 所以我现在 我还信你 我从病院出了 我也信 现在我结婚了 有孩子 我也礼拜天去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兄兄弟姐妹 亲爱的弟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反思 你的信心在哪里 撒加利亚 一辈子服侍神 你的信心在哪里 在撒加利亚身上 我们是看不到信心了 今天我们就在天使的身上 看到信心 所以今天 当你真的有了信心 你就说 这是天使的信心 我们达字方明达字 这是天使的信心 这是天使的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就赶讲 你信 这个事就给你成了 你不信 这事你就过不去 有几个敢讲的 敢讲你们就扣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敢这样讲 这事你信 这事就给你成了 这事你不信 这事你就过不去了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别跟王辉姐妹去 王辉姐妹说的话 那就要正是正确 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王辉姐妹 挑不出毛病的话 就是她的毛病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美国 我一天遇到的困难很多 我在美国遇到挑战很多 但是今天不管什么困难 我跟你讲 这是我讲到的 这是直播 我是稍微收敛一点 我直接那三个字 我就给你整出来了 你知道吧 我直接那三个字整出来了 完了就是干 你知道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在讲 跟你解释毛啊 你信 我现在给你倒过倒就好了 你不信 妈的我让你更疼 敢不敢讲这样话 天使就敢讲 你信 这事就是发生 你不信 你先就哑巴 你知道吗 我不怕你挠我 我也不怕你打我 我也不怕你黑我 你已经没有资格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我们面对一个艰难的世代 我们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 哎呀 可能这是神的旨意吧 嗯对 这是神旨意 就在那趴着吧 那个困难一直压在你头上 但是你说 No 我必须翻身 No 我必须出头 我跟你讲 这困难就没了 这困难就没了 所以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非常盼望我们的姐妹 今天就在这个对话中 我们的整个生命被开启 我们整个生命被开启